MING PAO T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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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Cynthia 今天呢我八點半就起床了 然後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起來剪影片 然後剪到現在是12點 46分所以大概剪了 快要4個小時吧 是嗎啊數學太差 雖然說我剛剛一度剪到很想要睡覺 但是我覺得心情非常好 就覺得我今天一開始很早起來 然後就有完成了 什麼事情的感覺 我現在剛剛弄完影片所以我要去弄一個 簡單的早餐 請原諒我就是我家 現在呢還是有很多的箱子 還有一些家具 啊什麼都還沒有弄齊 所以等到他 他全部到齊然後我整理好之後會再給大家看 好廢話不多說 我肚子餓了 我來弄一個簡單的早餐 我說簡單呢是真的 超級簡單那種 因為我最近有點忙所以 都沒有出去買grocery 我想一下我要吃了什麼 你知道我搬家之後才發現原來 我有這麼多之前不知道他還存在的東西 例如說這個快要被我喝完的 Coco Espresso咖啡豆 我一直以為我喝完他了 直到我搬家的時候發現 他還在 我剛才發現 我剛才意見過 我奶的你 你真的 г煩 你嘗到什麼 I know exactly what I need Hot cocoa, sweet and savory My boo, my boo, is true 最近幾個月其實我的生活真的是被塞得滿滿滿的 因為可能我是一個真的停不太下來的人吧 就我一直想說我想要做這個我想要做那個 平常上班之外我自己就是額外想要做的事情很多 然後就包含最近幾個月除了我的頻道之外 我還多開了一個podcast嘛 然後上個月開始就開始瘋狂的找房子 然後最近就是搬家 反正總之就是哇我真的覺得我的 我的樓要爆掉了 但是我是一個很怕就是停下來 我說停下來是好像一直重複做同樣事情的人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我現在每天的生活 我每個禮拜周末的生活好像都差不多 然後我就一直很想要可能抓一些時間做一些別的事情 包含可能學語言啦或是多看一點書 或是去學一些新的興趣 就像我之前不是有去學上了一堂那個咖啡拉花的課嗎 因為我平常生活真的是太滿了 就是真的很緊繃 所以我都只是在腦海裡面想說 欸我想要做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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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直都沒有時機去做 所以今天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就 就是下定決心 我就是要去做一些我之前很想做很想學的一些 self development的東西 那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喝咖啡吧 但老實說我對咖啡的研究並不多 就甚至是對於例如說flat white或是latte的差別 我也是到很最近才比較有概念這樣 我一直都很想要再多了解 就是咖啡的世界 包含可能咖啡豆啊咖啡種類啊 咖啡的製作方法什麼的 所以我前幾天去成品的時候 我就買了一本這個咖啡聖經 因為我看到它是在暢銷排行榜上面 然後我稍微翻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寫得蠻完整的 稍微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學的東西 其實我今天沒有學什麼很艱難的東西啦 我今天呢其實就想先了解 有哪一些比較經典的咖啡 我以前一直以為flat white是跟latte很相似 但是剛剛書裡面說 其實flat white是跟cappuccino很相似 就是奶泡比較多一點 老實說我一直以為 咖啡Ole、latte跟flat white是 基本上是同樣的東西 但實際上風味跟製作方式都是不一樣的 好有趣喔 下一個呢我想要來練習我的英文 英文其實一直對我來說都是一個 蠻就是我自己很有自信的語言 可是呢距離我上次回美國已經大概是一年半了吧 然後我上次見到男友也是大概 九個多月十個月之前 現在在香港雖然大家的英文其實都很不錯 但我覺得在口語溝通上面 大家還是比較prefer用廣東話或者是普通話 所以老實說我認真的覺得我的口語能力 正在直線下滑中 那今天也想跟大家介紹我最近在用的一個語言學習平台 叫做can't believe 這是一個我自己覺得很有趣又很方便的平台 因為它有兩種不同的方式 一個是它有一些課程你可以報名去上課 另外一種是你登入之後可以看線上有哪些老師有空 可以輸入你想要學的英文等級啦 還有你希望聽到的口音啊等等 然後你就可以篩選出適合你的老師 你可以直接跟他線上對話 然後我之前在線上就遇到一些很有趣的 就是他們的母語是英文 但是他們可能現在旅居在國外 我之前看過有泰國的 然後有日本的等等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共鳴你知道嗎 因為我現在也是 就是離開家住在別的地方嘛 我現在想要來找一個旅居國外的老師聊天 但是真的要捧運氣 因為要看哪個老師現在在線上 Hi Hi how are you? I'm good Is it Brenda? Yes it is Are you living in Sweden right now? Yes So how's the whole pandemic situation in Sweden? Hong Kong Is there there's like a fourth wave that's coming? Um In Sweden I think we've been generally we've been ok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Things were not handled great In their defense I think we were still learning about the disease Uh-huh Nobody knew So all the information was not based on fact Perhaps they would have reacted earlier And perhaps maybe more lives could have been saved We lost a lot of senior citizens Generally people were working from home And we already have a culture of working from home My criticism would be that I think nightclubs should be closed I just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nightclubs continue to operate I mean the Swedish government tries to be fair So it's like equal treatment or fair treatment for all businesse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vaccine? Because they say we could have a vaccine available Should people pay for it?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f the poor people cannot have the access to Some vaccine or drug that can cure the disease They can carry the disease Like on and on and on and just like endles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It's been a pleasure Cynthia It was nice meeting you Bye Okay Take care Bye bye 我剛剛跟這個Brenda老師聊完嘛 我覺得真的有一種 我回到美國的時候 平常跟人家對話的那個狀態 然後你們應該可以聽得出來 我的英文開始有一點小小的口音吧 所以我最近要多看一點美劇 然後多上一點課 可能口語會回來的比較快 然後另外呢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試試看Cambly的話 可以用我的折扣碼 就可以有免費15分鐘試上的機會 那我自己是覺得像這樣子線上的學習平台 大家都可以先試上過後再決定要不要 因為畢竟你知道不用白不用嘛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不要錯過這個免費的15分鐘試上機會 我剛剛收到Clearance的禮物 然後這是一個鑰匙圈 那我本來的 我本來是這個迪士尼的鑰匙圈 但是它這個因為已經有點久了 所以它就鬆掉了 所以我現在把它裝上去 你看它這個有多可愛 我今天穿的這麼悠閒是要去哪裡呢 沒錯我今天下一個 等一下我先把門關起來 因為裡面實在是太亂了 我前陣子看到朋友去了一個像Workshop 然後他就可以自己做一張木頭的凳子回來 所以我今天報名了一個咖啡桌的Workshop 因為這個Workshop的地方有點遠 而且我沒有去過在火炭 所以我有點擔心我會迷路啊什麼的 所以我今天會提早出門 然後給大家看一個非常無敵之休閒的Outfit 這個小王子的上衣是ZARA 然後褲子是UNIQLO 然後背帶是 它是我韓國在購買的P palette帆布袋 因為今天我是要去認真學習做木工的 所以穿的非常的 casual 你好 你好 你要去把劑也拿出來 用這個 先把它放在上面 要小心,因為它是有人的 所以你不知為何要剪掉 這個部分,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 所以你把它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開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ith this on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don't get your finger in there OK 你還可以做的嗎? 嗨 好我現在回到家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成品 桌面呢 我就照老師的建議 就是我沒有做那個防水的漆 這個就只有單純的打蠟而已 原因是如果上那個防水漆的話 那個木頭的紋路可能會變得有點奇怪 或是它顏色會有點改變 那就不是 就有可能不會那麼好看 但是那個漆膠一上上去就 沒有辦法再挽回了 所以他建議我們就是先上單純的蠟 那到時候如果有時候 滴到東西可能有些水漬什麼的 那個之後可以再重新去補修這樣子 那你們有沒有看到這邊有 就是凸一塊的這個東西 那切下來的木頭呢 把它做成像這樣子 兩個小小的木頭容器 我鑽了兩個大一點的洞 跟三個小一點的洞 我應該是會把它拿來做 就是小小的擺設這樣子 So cute 然後呢 我剛剛在回家的路上 買了我的晚餐 我本來打算是今天要自己在家裡住的 但是呢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實在是太餓了 以及我現在冰箱裡面沒有什麼grocery 所以我就直接在路上 買的東西吃回家 我之前只有吃的那個麻辣魚蛋 跟早上那幾口蛋糕 所以我現在 好痛喔啊 我剛剛做完那個桌子 我就扛著把它從火炭扛回我家嘛 然後在路上就有一個人突然 就是很不好意思拍拍我說 欸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 你這個桌子在哪裡買的 因為這個是他一直在找的款式 我就跟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去一個workshop 欸怎麼我東西掉了是不是 就沒有他是對這個桌子很有興趣 不過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蠻喜歡的一本書 是萬特特寫的這本 這世界很煩但你要很可愛 這個裡面就是有很多個像散文故事 那這些故事都是圍繞著作者他身邊的人 我覺得在書裡面可以看到有一些價值觀 我還蠻喜歡的 他會有點顛覆我們以前 對於很多事情的印象 比如說我們以前不是說 失敗為成功之母嗎 他這邊就寫說失敗就是失敗 他不是成功之母 就是他會用一種很現實 很務實的角度去解釋很多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看了之後 我會覺得我看待事情更豁達 怎麼說去接受那些很不完美 或是很很糟糕的事情 我很喜歡他寫作的方式 是因為他的文字一樣是很有溫度的 可是他不是那種很文皺皺 很文青的風格 他的文字是很清醒的 看的時候就是越看越有共鳴 越看越有就是啊 沒錯就是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我也是之前逛到 然後想到之前有人推薦他給我 那我自己看了之後還蠻喜歡的 就推薦給大家 今天拍這個vlog 其實我一開始心裡的想法是 藉由影片來鼓勵大家 不管你的生活有多忙碌 你都要擠出一點時間 可能是一天可能是半天 可能甚至一兩個小時都好 去做一些只為了你自己做的事情 我知道時間管理這件事情真的很難 因為對我來說 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你要怎麼去擠出那個時間 專門符合你自己 其實真的是不容易的事啦 但我還是覺得偶爾要擠出這一點時間 給你自己是很必要的 因為如果不這樣的話 我們很容易忙著忙著忙著 然後時間就這樣過了 然後你會突然驚覺到說 啊我好像錯過了很多 嘗試新東西的機會啊或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像在我大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全心全意就真的只有在念書 我其他什麼都不想 然後我就會覺得 啊如果那個時候有去study abroad 或有去參加一些什麼戲劇社啊 或是dance team什麼的 那我大學那段生活可能會更 更豐富 你懂我什麼 當時我真的是沒有特別去擠出這些時間 做念書之外的事情 嗯就想起來會覺得有點可惜吧 然後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現在正在工作的話 我真的很想說請大家不要把工作看成是你的唯一 因為他真的不是 呵呵 雖然我的工作不是那種朝九晚五 然後平日跟週末分很開的那種工作 呃但我覺得我現在很努力是 至少在週末的時候我會切開一些時間 專門是給我自己的 然後我能夠不要碰工作上面的事情 我就不碰 因為我工作屬性的關係 平常那個時間真的是太不固定了 常常我忙著忙著就會覺得 哇我自己 好消耗 我就覺得我整個人被抽空了這樣 我現在也會覺得我沒有停下來的時候 可是有一部分是我為了自己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或是我填了一些不同的東西在我的生活裡面 那我覺得那個對於我的這個人來說是很有幫助的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我最近好像有點失去拍Vlog的那個敏銳度 就我常常拍完Vlog 然後剪的時候就覺得沒有很滿意 或是就覺得拍的不是很好 所以最近有很努力的想要找回之前很開心拍Vlog的那個感覺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想要分享給我的話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然後最後提醒一下 就今天呢跟大家提過那個Cambly的優惠碼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去試上的話 不要忘記用它 因為真的不用白不用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在2020的最後一個月也可以過得很開心 雖然是最後一個月 但是有什麼想要做的事情也是來得及的好不好 那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indeed 好 好 不是 tagged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